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被逼宫 有部分共和党及保守派议员批评 麦卡锡为了临时开支法案 跟民主党妥协了 像强硬派共和党人盖茨就表示 将要提出离职动议 透过表决来罢免麦卡锡 那么这也是对麦卡锡在众院支持度的一项测试 目前还不知道麦卡锡在这样的表决当中 会获得多少民主党议员相挺 麦卡锡在上个月对拜登总统启动弹劾调查 其实当时是引发民主党相当不满的 不过麦卡锡说他认为自己会挺过这一关 而麦卡锡的顾问也说 他们了解争取民主党人士支持临时开支法案 可能会冲击到议长地位 不过他们认为极端保守派 无论如何都会展开逼宫 也因此他们选择捍卫美国民众的利益 而说到这个关门危机暂时解除呢 国会通过的临时支出法案里头 现在引人关注的是 并没有援助乌克兰的经费 那么对于这一点 美国总统拜登发布演说 强调力挺乌克兰 承诺不会变 另外乌克兰外交部也表示 震撼美国政府积极合作 确保美国45天临时支出案里 纳入援助乌克兰的新资金 而星期天造访乌克兰的 欧盟外交高级代表波瑞尔 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欧盟承诺会增加对乌克兰军援 他强调乌克兰正全力战斗 如果希望有丰硕战果 就要提供他们更好的重要的武器 不过说到西方社会 真的有所谓乌克兰疲劳吗 在这样的气氛当中 还传出俄罗斯总统普京 下达军令状 要重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称 基辅已经收到美国援助的 第一批艾伯兰坦克 并且移交给军方使用 西方专家认为 这对乌克兰来说 等于增强了装甲部队的战力 而且好消息不止一件 丹麦国防大臣也向媒体透露 计划向乌克兰提供45辆坦克 包括30样得罪的报应和15辆 遏制T72战车 丹麦媒体报道 虽然两国距离相对遥远 但是自2014年顿巴斯战役后 丹麦就在北约的引戒下 参与乌克兰部队的建设工作 隔年又加入英国发起的 轨道行动训练任务 进一步代训乌克兰部队 同时抽调陆军和海军单位的专业人员 负责乌克兰的军事训练 行政及翻译工作 这次丹麦在加码援助45辆坦克 其中的T72就是考量乌克兰官兵 对遏制装备的熟悉度 能够省去额外的训练时间 可以立刻投入反攻行动中 补充战力缺口 依照常理来说 丹麦的军事援助应该是好事一件 而且对乌克兰而言 也代表更多欧洲国家 正在以实际行动 拒绝单一国家 以武力入侵邻国的立场 但是丹麦电视二台 却在这个时候爆出军援黑幕 引述军方高层人士的说法 指出援助乌克兰的这批暴衣坦克中 有十二辆发生故障 其中两辆情况严重 目前正由专业技师加紧维修中 无独有我的事 德国明镜周刊也报道 柏林援助乌克兰的第二批 暴衣A5坦克也有磨损严重的问题 这批坦克虽然运到波兰的热舒服 但是遭到乌克兰军方的拒收 德国方面立即派出军援小组专家 前往当地 希望尽快查出原因 排除状况 部分专家认为 虽然多数欧洲国家 已经将暴衣A5坦克 退出战斗第一线 但是这款坦克在90年代后期 也经过改进升级 综合战力还是比 二制坦克高出一截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为什么在援助乌克兰的过程中 会出现这么高的故障比率 尤其是发生在 以态度严谨著称的 德国和丹麦身上 就不免出现各式各样的猜测 一种看法认为 在成平年代 欧洲国家为了完善秀惠福利 忽略国防建设 对于退役装备的库存保养 也不够重视 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以俄乌战争陷入胶着的情况来看 欧美国家似乎出现了 乌克兰疲劳症 主要原因就在军备和经济援助 已经让西方阵营感到力不从心 国际知名投资家巴菲特的儿子 霍华德就对此感到忧心 让这产免是一件大事 我认为战争的战争 我认为战争有很多负责 我认为战争的战争 还要俄赛 帮助军 这战争 不只能够从而言 责习的迹抗力 和这种程度 更多人的受到达人 或是否他们希望支持 自从开战以来 乌克兰确实非常依赖西方阵营的援助 才有能力和俄罗斯纠缠到今天 不过平心而论 乌克兰在许多需求上的缺口 的确就像无底洞一样 西方阵营的家底 几乎都要被乌克兰掏得一干二净 尤其波兰在10月15日 就要举行大选 如果现任政府不在这个时候 赶紧把焦点转移到内政问题上 难保能再继续执政下去 只是波兰这个时候丢出震撼弹 也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必须想办法转移焦点 避免自乱阵脚 扩大盟国间的矛盾 那么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在俄罗斯身上做文章 最好连美国的死对头 一并拖下水 来强化这项说辞的合理性 不得不说美国的做法 的确很聪明 既安抚了西方阵营的一些不满 还把压力转嫁给俄罗斯 伊朗和北韩 而且不可否认的是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在这段时间 频频出访北韩和伊朗 参观两国的军事基地 和军备生产工厂 要和北韩及伊朗 建立更为密切关系的企图 十分明显 而且根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来自于俄罗斯内部高层的报告 指出普京已经对绍伊古 下达了军令状 要求他在一个月内 彻底阻止乌克兰的反攻行动 同时让俄军 重新掌控前线的主动权 时间最晚不能超过10月上旬 美国之所以释出这些消息 除了重新凝聚西方阵营 对乌克兰的信心之外 也在告诉盟友 其实战胜俄罗斯 并不是空口说白话 只要大家坚定信念 不要动摇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那么取得胜利的那一天 也是世界新秩序的开始 而印度洋上也有值得关注的变化 以度假胜利闻名的马尔蒂夫 上周末第二轮总统大选当中 在野党亲中派目一组胜出 结果隔天 他就对还在任的总统施压 要求把正在坐牢的前总统 亚门给放出来 改成居家软禁 那么亚门是因为 执政期间的贪污案件 被判处十一年徒刑 而牵动到国际角力的 是亚门任内就大量的向中国借款建设 而45岁的穆一组则被认为 是亚门在这一场大选当中的代理人 相对于现任总统所理清印度派的立场 穆一组是说呢 上任之后将会拓展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不会让印度在马尔地夫有过大的政治以及经济影响力 另外中国大陆对台湾文攻武吴吓不断 大家不陌生 像日前福州到厦门高铁开通 大陆官媒就强调 这是中国第一条跨海高铁 暗示未来 高铁直通台湾 不是梦想 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十一国庆前的一场招待会里 还对满场兵客强调 一定会统一 就在共机与共建持续绕台 北京当局还不断透过单边独断行进 试图改变现状之际 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周四晚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的中共建政74周年招待会上 又改变威吓招数 大打统战牌 除了对台喊话 北京当局还在当天 开通扶州到厦门的高铁 新华社报道说 高铁网已经建设到距离台湾海峡 最近的地方 大陆官媒更高调宣传 这条扶下高铁是中国第一条跨海高速铁路 尽管所谓的跨海实际上只是三座跨越海湾的桥梁 桥梁跨海距离最多只有十公里左右 与平均18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 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 没有翻不过的山 没有跨不过的海 没有建不成的桥 当局试图借由扶下跨海高铁 作为将来通车台湾的统战象征意图 不言可遇 然而在拉近台海两岸距离的同时 习近平却也语带威胁地强调 两岸的统一是 历史必然 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这种只见中国观点 看不到台湾想法的统战逻辑 与大陆军方谈到台湾在周四 正式亮相的国造潜舰员 行舰海空号时 所表现的轻蔑态度几乎如出一彻 不过是躺币当车 终将会自取灭亡 至于你谈到什么阻止解放军进入太平洋 这不是吃人说梦这是什么 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购买武器 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 只会迫害台海的和平稳定 大陆外交部更批评我国 提升军事防卫的做法 是浪费税金制造对立 却只字不谈大量共机共舰 在台海侵扰所需要的军费开支 以及共军购买与研发航母 二十多年来 始终不曾透明化的巨额开销 更别说这些军事动作 对台海甚至全球局势 所带来的强烈威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 在大西洋月刊主办的论坛上 就公开点名北京当局 是台海紧张的制造者 并且强调台海有事 必然是全球有事 因此全世界要求维持现状的呼声 将会越来越强烈 布林肯更坦言 北京当局试图运用军事 经济和外交力量来超越美国 同时重塑全球秩序 让全球进入相对不自由的秩序状态 美国国务院最新发表的报告也指出 北京当局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 试图建构全球资讯主导地位 藉由散播假讯息 审查内容 以及暗中收购外国新闻机构等手段 试图操纵全球媒体和舆论 相关做法恐怕会让言论自由急速萎缩 而台湾正是北京资讯渗透 操控的重点地域之一 尽管当前大陆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正在开美国访问 外传大陆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外长王毅紧接着也可能会出访美国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周三更在华府公开喊话美方 要珍惜当前出现止跌回稳迹象的中美关系 但在美方高度警觉氛围下 美中关系恐怕仍旧只能在颠簸中前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在欧亚交界土耳其有状况 土耳其星期天发生恐怖攻击 国会大楼附近有两名恐怖分子引爆自杀炸弹 而最新发展是库德工人党现在出面坦诚犯案 这个库德工人党还告诉土耳其境内清库德族的媒体说 是由组织里头叫做不朽旅的小组来展开这项行动 而土耳其内政部则表示 调查显示两名恐怖分子开到国会前面的车 是从一般民众抢过来的 另外警方也在现场找到四支不同型号的枪 三颗手榴弹 一支火箭炮 还有C4炸药等等武器 而就在这起爆炸之后几个小时 土耳其国防部报告 他们在伊拉克北部已经摧毁了 20个库德工人党的据点 另外在西班牙东南部 是传出有知名夜店周日凌晨起大火 而且已经有十多人死亡 可能还会再增加 国际中心记者郑玉轩有进一步的讯息 好的主播可以看到消防员正在火场里 努力扑灭火势惊险万分 尽管里面浓烟弥漫 还是能看到建筑里几乎烧得焦黑 空拍画面更惊人 整栋夜店内部就像火山口 熊熊大火持续燃烧 而大批民众赶紧远离现场 这起意外就发生在西班牙知名网球选手 艾卡拉兹的故乡穆西亚市 一家名叫剧院的夜店在当地凌晨突然传出火警 还有警铃的两家夜店遭到波及 火势甚至大盗消防队一度请求直升机支援 有目击者说才刚从夜店离开 一分钟内就听见火灾警铃 接着有人大喊失火 那么几小时后火势也成功扑灭 但有建筑的屋顶被烧到已经塌陷增加搜救的困难度 有交警民众坐在街头等着失踪亲友的消息 有人说他有五个家人和两位朋友都失联 穆西亚市当地媒体还报道 事发当下火场内有一位28岁女子传给妈妈诀别讯息 令人心碎 这成为西班牙自1983年来最严重的夜店火灾 起火原因目前有待调查 穆西亚市市长也宣布全市哀悼三天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 现场交还给主播 好 镜头再转往中国大陆 今年中秋节跟中国大陆十一连假连在一块 所以民众或出游或返乡各景点人潮暴多 知名的钱塘江大潮 这游客人龙就跟大潮一样壮观 今年大陆中秋节加上十一假期 恰逢钱塘江关潮最佳日 再叠加浙江杭州亚运 使得浙江海宁浙江萧山杭州等地的关潮点 迎来了远超过往年的关潮游客 央视记者驾驶着特制车辆 近距离拍摄潮汐拍打上岸的壮观镜头 钱塘江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潮汐之一而闻名 每年农历8月15到18 满月时潮汐达到高峰场面壮观 镜头转到北京 有民众清晨6点前往长城 抵达后发现人山人海 三分钟只能移动两步 最后只图一个来过就好的打卡记录 陕西的兵马泳景点也是挤到水泄不通 号称连兵马泳都挤到没地方站了 不少家长怕幼儿被踩踏 纷纷将孩子顶在肩上 至于河南洛阳的世界文化遗产 龙门石窟也开启了人从众的模式 有客称整天挤下来都开始怀疑人生 开始羡慕那些还躺在家里 没抢到票的人 TVB的新闻 这样暴多人潮也造成各种交通奇观 也在中国大陆就传出 有民众没抢到高铁票 之后200多公里的返乡路 他只好骑脚踏车 大陆十一长假 人人各凭本事返乡 英里南大圣既没抢到高铁票 叫的顺风车也被取消 怎么办 他决定骑自行车回家 经过将近两天一夜 又是大太阳又是下雨 风雨兼程终于骑到家 他坦言妈妈挺替他骄傲的 母亲的话就是有点心疼我 然后呢也感觉就是 我很烈 另一位南大圣同样没抢到票 脑筋动得快一点 他竟然叫了一辆搬家货车 载他和同学从江苏常州回延城 因为当时没有确定下来 学校具体放假时间 一时就直接喊了一个话 那他就走了 跟我朋友两个人 是高了一点 但是回家更重要 全无所谓 两个人200多公里的路程 含小费花了2240块台币 这位南大圣还说空间很大 因为整个后车厢 放货的地方都是他的 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 使用这种方式回家 我这个人有点懒 就是有时候赶不上高铁 或者其他什么的 我看距离近一点的 就干脆直接火辣了 就感觉跟出车 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客户混撞 以货车拉客的方式 游走在法律边缘 却也让两位南大生 和自己的行李顺利返乡 TVB新闻 谢贤锡 陈向如综合报道 至于在台湾呢 之前曾有人抱怨 高铁已经台铁化 只不恐怕台铁 没有这样的盛况吧 昨天中秋廉价最后一天 高铁屋日站 排自由座的旅客 是多到月台容纳不下 所以排到大厅 然后排到建筑物外面 绵延超过500公尺 中秋廉价最后一天 收假日 台中高铁挤满了 大车人潮 要排自由座的队伍 一路从站内 明延到站外 估计超过500公尺的人龙 人潮超满 从停车场一路排到 近站月台 台中高铁派出大批人力 在现场维持秩序 队伍前进的速度 偏慢 不少人只能够低头 滑手机等待 两三个 两个多小时到三个小时 幸好累 要改票要再排一次队 然后就算你改票了 自由座还要再排一次队 现在也没对号座了 我也想坐对号座 就是你看现在 一直排在这边 然后也不知道 可不可以坐得上 自由座车票 只能够当天近站购买 有诚哥抱怨 光是买票就要排一次队 要搭车再来排一次 不少人已经等待了 三个小时还没搭上车 甚至有人质疑 高铁自由坐车票 难道是超卖了吗 同批太过饶民 即使从下午 售价人潮就出现 有乘客拍下 长长人龙画面PO文 无奈哭喊 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搭上车 而镜头再转到台北车站 搭车人潮明显少了很多 收假日 民众由南往北 要回到工作地 也让台中高铁 出现了大批的搭车人潮 高铁公司回应 台中站 收假日提供北上113班 南下75班 总计188班次的旅运服务 但因为收假日 自由坐的旅客人数众多 他们已经增开了两班 北上各站停购的自由坐列车 要加强输运 而要说自己开车呢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往南韩 有个统计显示 去年南韩超过65岁的高龄驾驶 引起的交通事故 有34000多起 创历史新高 为了降低高龄驾驶事故率 南韩实施一种主动归还驾照制 只不过真的归还的 大概只有2%左右 而南韩迈向超高龄社会 如何让持有驾照的高龄者安全上路 现在成为一大难题 接下来是TBS新闻合作伙伴 Young Pop News TV的报道 今年5月 南韩中心北道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造成两名十多岁的女学生丧命 肇事驾驶高龄77岁 肇事原因是驾驶技术不熟练 根据统计 去年南韩超过65岁的高龄驾驶 在全南韩发生3万4千多起交通事故 創下历史新高 有人指出应该改善目前的认知能力检查 引进能够准确测验 是否适合驾驶的客观驾驶能力评估系统 为了降低高龄驾驶事故 南韩实施主动归还驾照的制度 但对于许多年长者来说 汽车是他们维持生技或唯一的交通工具 加上归还率只有2%左右 问卷调查提问 应该归还驾照的年龄 被高龄者认为应该在74岁左右 65岁以上未满75岁的人选择77岁 75岁以上的人则认为 80多岁再还就好 显然高龄者对于自己的驾驶能力很有信心 专家建议 比起单纯根据年龄协制驾驶 更应该制定加强教育或训练 重新整顿道路环境等等 南韩警方计划 发放统一格式的高龄驾驶者贴纸 贴纸上写明年长者驾驶中 只要符合高龄驾驶者都可以收到 分析最近五年南韩警察厅交通事故资料 非高龄驾驶者事故减少了9.7% 但高龄驾驶者激增了19.2% 以警察厅案保险公司资料最佳分析发现 交通事故危险度从70岁以后出现差异 80岁以后开始激增 70岁左右的年长者 高血压 白内脏和退化性关节炎等发病率增加 是影响安全驾驶的主要原因之一 要保障高龄驾驶的权益 也得要年长者有自觉多配合 不要逞强上路 体育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一起掌握东南亚最新动态 首先是泰国新任陆军总司令 乍能猜上将总马上任 结果他是下令严查陆军消失的 21万升柴油 目前军械厅长已经被调职 另外在越南受惠于观光业复苏 第三季经济成长率比去年同期成长了5.33% 只不过还没有回复到新冠疫情前 6%到7%的水准 另外泰国气象厅发布最新讯息 冬季预计将在10月底开始 比正常平均时间大概晚两个星期 而结束时间是预计在2024年的2月底 还有Blackpint的Lisa 现在成为泰国 瓦塔纳库纳通吉迪马萨荣誉奖的第一人 泰国文化部称赞 他是提升泰国文化价值的信仰力量 还有引领者 也来看台湾景色越上曼谷BTS捷运车厢了 泰国的插画家一定设计了小熊情侣游台湾 用充满童趣的笔触 把连池潭 郑兵 渔港等等台湾景色 介绍给泰国的民众 以上讯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AI热潮当中 大家熟悉的挥打股价步步高升 那么还想抢上车的话 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美国财经媒体CNBC分析认为 高通的实力被低估了 手机关到飞航模式 没连接网络 却能让AI生成出孔雀的图片 背后助力的是高通设计的晶片 号称不用靠云端就能进行AI运算 高通不让挥打转美于钱 以往无场半导体公司的营收 一向都是高通稳坐龙头 但一波生成式AI热潮 硬生生被挥打给挤了下来 高通推出号称混合式AI 有意抢回宝座 高通号称十年前就在AI领域展开布局 微软跟Meta在AI方面都准备跟高通合作 而且不只掌握AI热潮 还要大抢虚拟世界的商机 专家认为 尤其等到明年苹果虚拟装置上线 将掀起AR VR热潮 高通的股价有望跟着水涨成高 目前高通的主力 仍然放在手机晶片 高通去年财报显示 卖给苹果的数据机晶片 业绩高达72.6亿美元 占总收入的16% 苹果也成为高通背后最大金主 目前苹果也在跟高通签订三年的交易 会继续提供iPhone 5G数据晶片 直到2026年 但在每个iPhone 也有一个Qualcomm 的领域布局 看好电动车发展 高通亚宝车用晶片 不只是凯迪拉克BMW 或是宾市的车款 还有现代和同勇汽车 都有使用高通的晶片 专家强调 尤其未来物联网会 更发达 高通渴望一举 抓住商机 专家直言高通的影响力 明显被低估 尤其月顾高通 强调差异化的策略 准备协助生活中 大大小小商品连接上网 设计的晶片变得不可或缺 高通的市值 渴望已被冲天 区别新闻 总和报道 不过在钱滚钱的时代里 贫富差距注定越来越大吗 我们也来看看新加坡怎么做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日前抛出富人税 并保证任内基本工资 将调升到三万三 希望缩小贫富差距 不止台湾 贫富差距已成为许多国家 无法回避的社会隐忧 9月才卸任的新加坡前总统哈利马 曾在国会演说时直言 新加坡精英制度 纵使提供了机会 社会流动性却逐渐僵化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也曾在2018年的国庆庆典上 语重心长 担心收入不平等现象扩大 将带来阶级对立与犯罪 因此新加坡政府砸重金 提升底层民众收入 但除了补贴 更强调低薪族群 必须自主自立 与需要帮助的民众进行洽谈 得经常处理家暴和心理疾病的社工 跟台湾一样 由于薪资偏低 向来不利于吸引人才 新加坡政府去年建议社福机构 调薪4%到15% 有效降低流动率 为提高低薪族收入 新加坡近十年来 陆续推动各种薪资提升方案 其中一项加薪补贴计划 是从2013年起 只要企业替员工加薪 政府就补助4成 一直到2017年底 累计斥资超过新台币1000亿元 比如说第一期 它的规定说 如果是在折合台币9万块以下的劳工 那你那个 他就鼓励你雇主帮这个劳工加薪 那你如果雇主愿意帮他 帮劳工加薪的话 那我这个政府 就人力部 类似我们的劳动部 就补贴这个雇主 这个加薪金额的事成 长期研究新加坡薪资结构的学者 李建宏指出 另一项重量级方案 称为渐进式薪资 举例来说 零售业的收银员 属于低薪一族 2022年9月起 政府将薪资标准 设在1850元新币 折合新台币4万3 隔年必须调升到新台币4万6 2024年就要涨到5万1 不过前提是 员工必须进修 学习更多专业技能 才能享受调薪红利 现在包括清洁人员 浇水除草的园艺人员 保全人员 管理员和司机等等 都能获得每年调薪保障 所以他非常务实的 由政府来主导推动 这种低薪 帮助低薪老公 提高薪金水准的政策 那这个最大的一个 关键的重点是说 那很多人说 那这样不是那个 政府直接干预 是自由市场运作 这个不是会 那个这不好啊 可是新加坡政府他就说 我一方面是高度 自由市场经济 维持的没有错 可是低薪问题我要务实面对去解决 那最直接方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 政府就是把所有的社会的捐款 集中管理存在银行里面 他利用其资本的利息收入 把这个利息呢 作为款项 专款不专项的拨款 给任何的医疗机构 用来协助有需要的病人 来支付他们的医疗费用 那当这些低收入户的病患在领取完所有的 政府的补贴金贴 还有用了他们本身的医疗人寿 医疗储蓄还有现金的支出之后 不如他们还是无法支付他们剩余的账单 他们可以使用这个医疗基金来作为补助 为强化弱势族群任性 新加坡还有公积金强制储蓄 就业入息补助 以及医疗基金架起社会安全网 新加坡政府宣称 衡量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 已从2021年的0.444 降至去年的0.378 创2000年以来次低 贫富差距缩小已收到成效 TV别新闻朱光宏 戴源丽台北报道 而在台湾被称作护国神山的台积殿 将在眼睛的医疗保健当中出一份力 实验室内研究员小心翼翼的进行实验 用肉眼挑出好的细胞 在进行移植手术 不只繁琐也消耗时间和人力 它可以及时监测 你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有电位 透过电脑它可以来看说 这个细胞健不健康 甚至说未来的应用可能可以蛮广的 过去黄斑布病变的治疗并不容易 在做培养时 假设一开始要做100个 但在细胞每一次分化的过程中 会逐步淘汰品质不佳的 最终能够使用的细胞株 可能只剩下3到5个 而且还要仰赖大量人工 要成功移植到患者的眼睛里 恐怕要等超过一年 这个晶片主要是要呈现的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细胞 每个培养皿下面 都能有一个感测的晶片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每个培养皿 去做及时的监测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有这个显微镜 来每次都把这个培养皿 放到我们的显微镜下面去做观测 将细胞滴在IPSC生医检测晶片上 可以直接透过大数据 将好品质的细胞形态输入电脑 让AI挑选适合的细胞株 不但省人力也缩短时间 还标准化 如果说这个机器能够把那一个区域 协助我们更精准的找出来之后 又能把它筛选出来 就像用手一样把它挑出来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 能够协助减少人工的耗时费力 还有一些精细的动作 大概就是一年是三个案例 那每一个案例的话 至少都是5000万日币起跳 为什么要这么久 因为你要进入到人体的这一个治疗 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程序 所以他们要花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去检验每一个细胞的一个品质 未来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整个治疗 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去降到 100万日币或是更低 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达到1000个 那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案例 阳明交大和台北荣总跨领域合作 利用台积电技术制造的 IPSC生医检测芯片 替代人工辨别更精准快速 目标是要让更多的人 可以得到治疗 重见光明 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在台湾50岁以上的人口发生率 大概是12%到15% 而其中又有2%到3%的人 会严重的恶化 也就是台湾老年人口 他们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旦透过晶片 成功取得合适的 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后 就能完成治疗黄斑部病变的移植手术 未来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透过一个 这种细胞检测芯片的一个方式 它提供一个及时的一个资讯 那这些提供及时的一个资讯的话 对我们在判读整个细胞的品质 可以提供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也因为它不是一个 破坏性的一个检测 所以只要这个细胞品质是好的话 它就可以继续往下走分化 然后提供给医疗团队 目前的这个晶片 已经Prototype 我们已经做出来第一代 原本它的辨别度 是大概50micron 这个meter 那大概一个细胞 大概10micron 那大概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 2到5micron 目前预计平台 在明年暑假可以上线 而半导体晶片技术 又是台湾的优势 因此研究团队也将持续改良 以便在医学上更灵活应用 让液珠在晶片里面 可以透过1瓦的力量 来驱动它 也就是我们不用再拿这个 像这种东西 去慢慢去滴那个水滴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不用 透过什么维邦谱 就是传统上说维邦谱那些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用 电子的方式去移动我们的液珠 未来也有望导入 数位围流体技术 做结合完成自动化 一旦成功量产 在医学上的帮助值得期待 TVB的新闻 六月华和将 夏丹慈台北新职报道 日本动画大师 龚启骏的芯片 苍鹿与少年 之前在日本宣传 虽然很低调 可是票房很亮眼 显示粉丝对大师有信心 接下来就来看看 在鸣鼓屋爱之县 去年底开幕的吉普利公园 如何让人满满惊喜 蓝色天空下有个高耸的电梯塔 如果你是动画迷的话 绝对知道 这是来自于霍尔的移动城堡 以及天空之城 融合而成的建筑物 因为我们目前所在位置 就在日本的名古屋 吉普利公园 找到哪都仿佛置身动画当中 2022年11月1号才刚开幕 才全预约至 洞洞立森林的票 总是卖得最快 看到这个场景想到了吗 正是龙猫电影当中的 小月跟小梅的家 加上这里 打开衣橱 还有衣服 棉被 甚至柜子 都像是他们住过的痕迹 被说龙猫迷此生必去景点 进到里头一切 就像时光停留在某个时候 角落书桌 还放着书包 特别的是厨房还真的能够煮饭 每个细节都超讲究 第一阶段开放的 还有青春之秋 外头是新之谷著名的原型广场 旁边这栋别怀疑正是地球屋 楼上是圣丝爷爷的古董店 走楼梯下去映入眼帘的 则是小提琴工房 不过如果时间不是很充裕 吉普利大仓库或许能算一个懒人包 其中最必拍的是名场面站 绝对是要跟无脸男拍张照了吧 除了这个神隐少女的名场景之外 来到吉普利公园没有拍到这些照 或许可以说你根本没有来过 但除了这里还有天空之城 看到西达缓缓降落赶紧咔嚓接住他 其他地方眼尖的粉丝一看就能说出是哪部经典 这回动画大师宫崎俊儿子 身兼公园创意开发总监的宫崎乌浪也现身 被问准备在台上映的苍鹿与少年 有没有机会纳入园区世界观 斗区回答校翻全场 而园区第二阶段魔法之礼魔女之骨 也将陆续登场 等着狂粉们细细品味 TVBS新闻张照宝 寻听日本爱之线采访报道 对象一起去日本北海道 北海道是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而且每个城市各有亮点 不起眼的后岸车站 却是文明侠耳的美食总站 沿着车站旁的粉红高架桥 几分钟路程就来到了目的地 Konkili 后岸已盛产牡蠣出名 而这座道路休息站 就是以各式各样牡蠣料理 在北海道旅游杂志中 连续13年获得饮食满意度第一名 在自住海鲜吧台 选购好在地最新鲜的大科 后岸牡蠣以及扇贝北济贝 等各式各样新鲜水产 就可以动手自己享受探考乐趣 而另一头洋食餐厅 则是能在窗外后岸大桥景色里 大旦做成意大利面或是咖喱饭的 牡蠣套餐 还有Oyster Bar限点限开 淋上后岸在地生产的威士忌 品尝不一样的海中牛奶 绝妙鲜味 除此之外 威士忌冰淇淋 牡蠣也是很受喜爱的甜品 一旁的特产店里 更是各种琳琅满目的牡蠣相关商品 牡蠣酱油 牡蠣盐 到各式各样牡蠣调理包 有吃又有得拿 满载而归 而串入鱼人码头的生猛海鲜 一样不让人失望 5到10月限定的暗壁炉端烧 半露天的烧烤料理 采用先购买票券 再来交换食物的趣味方式 自己动手现烤 配上海港边的徐徐夜风 堪称绝配 这样还吃不过瘾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 和尚市场 让你买一碗白饭 就能够实现海鲜自由 鲑鱼卵 蟹肉 海胆 到各种生鱼片 选择多到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游客最爱的顺手动 简单说就是配料 分量都能自己决定的 海鲜盖饭 店家还特别准备中英文手举牌 让外国观光客轻松拥有 独一无二的美味 TVBS新闻 杨青坡 卓宁香 采访报导 而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出现全新地标 是一个耗资台币700多亿 花了7年打造的球形场馆 启用演出请到爱尔兰天团YouTube 这天团加上那个视觉效果 有歌迷说被惊掉下巴 夜空中看起来就像来自外太空的星球 在地上闪闪发光 号称全球最大的球形场馆正式启用 就成为美国赌城最炫地标 收藏演唱会找来爱尔兰天团YouTube 打响头阵 吸引好莱坞巨星 包括热门美剧 绝命独师演员和名导到场朝圣 这连续粉丝都整喊不已 在一刻我认为 每个人在观众 都在耳朵倒下了 这连续粉丝都整喊不已 这个球中建筑高112公尺 宽157公尺 占地面积达8.1万平方公尺 相当于四个足球场大 不知场外场内惊喜一段 环绕式的LED荧幕 号称是拥有世上最高解析度的穷型剧场 就让不少初次造访的粉丝说 决定在多待几天 享受沉浸式的感官性体验 TVBS新闻正好报道